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不下BB来看一下这台相机 这是富士已经发布了一段时间的XT30 虽然说这台相机在预售的时候我就已经订购了 并且第一时间拿到了这台机器 但是我并没有着急出节目 因为其实我个人对于这台机器是非常感兴趣的 我希望能够使用更长的时间来去挖掘这台机器的 在各种情况下的使用体验 想更深入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所以说这个节目拖到现在才出 这台机器有跟着我去北京去日本 也帮我们的富岛拍过一些花絮方面的视频 所以其实会有很多东西可以给大家分享 首先要说的是机身 我现在拿一台XT20 大家可以看一下 虽然说颜色不一样 但是实际上这两台机器可以这么讲 几乎就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管是从机身上的尺寸 你可以看到厚薄以及大小都是差不多的 包括上方的波轮的设计 驱动模式拨盘 快门转盘 然后曝光补偿拨盘 这两个机器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以及它的前后波轮 这两边都有 后面上方的话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四个按钮 一次拍开 然后一个后波轮 唯一一点区别的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XT20 它在机身的右侧手柄这个位置的时候 是一个四方向的按键 而XT30变成了一个上下的摇杆 就把这个方向按键给取消掉了 其实这个设计 我之前有出过XE3的相机的节目 XE3它相比于XE2来说 就是做了一个比较重大的改变 就是把后方的这个方向按键 给它替换成这样的一个摇杆 一般对于富士相机来说 比较高端的相机才会配备这样的一个摇杆 所以这样的一个改变到底是好不好 我后面会慢慢的再讲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 首先我要讲的就是 为什么我对于XT30这台机器比较感兴趣 是因为虽然说我之前有出过这个XT20的节目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回去看一下 但是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发现 它的不管是对焦性能 还是拍摄的性能 其实基本上都不太令人满意 如果大家关注过XT20的话 一定知道这台机器刚刚发售的时候 其实是跟XT30的价格是一样的 是6000多块钱一个单机 但是同级别的机器 就是索尼的A6300 甚至这个价位还要比XT20要更低一些 但是性能要远超于XT20 不光是对焦系统 还是它视频拍摄的功能 4K超彩样 包括S-Log HRG 就是从各个方面完全秒杀XT20了 XT20就很像一个性能不是很好 阉割了很多的功能的一个XT2 它除了好看的外观以外 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了 虽然说后来也有更新过固件 我这个节目也之前出过 它的一个操控上的体验会稍微好一些 但是整体使用下来感觉 就是为一个不怎么会拍照的人 或者是一般的爱好者来准备这台机器 它没有很多高性能的 非常独特的 比其他厂商的相机更好的性能方面的优势 但是XT30就不一样了 这个XT30 大家都知道XTX0系列 一般都是XTX系列的一个阉割版 XT20就是XT2的阉割版 XT30就是XT3的阉割版 那么我之前也专门出过XT3的节目 当时对于这台相机 它的一个印象非常的深刻 虽然说很多人觉得我在黑这台相机 但是实际上它也是富士首次去尝试在视频拍摄功能 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它可以在APS-C画幅的情况下拍4K60帧 并且支持HR65 并且支持4R20比特的输出 包括特别高的码率 并且价位相对于其他的 可以达到同样性能的相机来说是稍微便宜一些 虽然说其实我对于XT3的评价都是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XT3它的一些关键性的指标 比如说它的易用性 包括人脸识别 包括它的一些机身防抖 其实都不太满足我的要求 那么对于这样一台XT3的一个小改版 或者是稍微有一点点阉割版本的XT30 我也是非常期待它能够保留大部分XT3的性能 同时它也拥有非常小巧的机身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富士其实出过很多像这种F2光圈的一个镜头 比如说50F2或者23F2或者35F2 这种镜头它设计的是比较小巧的 XT3或者是XT2 它实际上是要比XT2とXT30要大一圈的 那么在搭配这种非常小巧的镜头的时候 就会感觉不是非常的协调 甚至包括富士的XH1 我可以拿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比如说这种小巧的镜头 放在XH1的机身上 你可以看到机身非常的大 但是这个镜头非常小就感觉非常的不协调 所以假如我想使用这种非常小巧的 这个F2光圈的镜头的时候 我是更希望它去搭配像XT30XT20这样的机身来使用 看起来更加的协调 像XH1或者XT3 它们其实是更适合去搭配体积更大 比如说1655或者是什么50140这种镜头来使用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虽然买了XT3 但是后来又卖掉 但是这回又买了XT30 因为我其实之前不是已经做过一些视频 就是对比XT20跟A6300的一期节目 当时我在讲的就是说 在操控性来说 这个XT20它比A6300要好用很多 我平时可能想要随身出去带一台相机来用 我希望它能够是一个更好用的机器 而不是追求一个极限的性能 所以其实我对于这个XT30 这样类型的机器是有很大的需求的 这也是我为什么自己买了一台XT30来用 那么你这样的一个小巧的机身 它其实有很多的好处 不光是说你带起来非常的便携 那平时出去拍摄啊 包括旅游啊什么的 用起来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甚至是比如说上一些稳定器啊 拍摄一些视频 就你对于稳定器这个承重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 所以其实在平时拍摄一些不是那么严肃的创作的时候 我更愿意带这种比较小的机器 但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富士他们的宣传比较积极嘛 所以像国外YouTube上面在XT30发布之前 已经有很多的YouTuber在做这个机器的节目 然后我也很清楚的了解XT30它的各方面的性能 基本上在视频拍摄方面 相比XT20它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升 所以这些因素加起来呢 也是导致我在XT30刚刚开始预售的时候 就义无反顾的付款 毫不犹豫的下单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那么用过这段时间以后呢 我发现它其实总的来说 就是一台非常小巧的XT3 它有XT3的一些优点 同时拥有这个XT20这样一个小巧的机身 当然它在缺点方面的话 也有些地方是跟XT3是一样的啊 这个我们待会慢慢来讲 首先我们就从机身上开始说起 刚刚我们已经看过了 它在这个外观上跟XT20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啊 所以呢我就不再啰嗦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 那我想说的一点就是XT3的这个前后波轮啊 原本XT2的这个波轮是非常轻的 但是XT3的波轮变得非常的硬 就嘎哒嘎哒拨起来非常的响啊 我是非常不喜欢的 但是XT30呢 它依然是保留了这个XT20非常柔软的一个手感 你基本上摸起来的话 是跟这个XT20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 所以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比较 柔软的波轮 我认为这样才是比较符合复视相机这样一个调性啊 因为你比如调整参数的时候 拨起来嘎哒嘎哒响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个感觉 然后这个触摸屏啊 我们之前讲这个XT20的时候 有专门吐槽过 这个触摸屏的反应非常的慢 但是后来虽然XT20它有更新过固件嘛 所以其实这个触摸屏的反应已经好很多了 那么XT30这回的这个触摸屏呢 一上来它的反应就非常的快 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触摸屏的这个反应 更改对焦点这个反应是非常快的啊 就是跟XT20差不多啊 虽然说相比于佳能或者是松下来说是有些差距 但是我觉得这种反应已经是可以让我能够比较接受了 我平时在拍摄的时候 觉得这样的一个更改的一个反应 没有那么困扰 所以这个触摸屏还是比较不错的 不过这个Quick Menu的菜单的反应啊 也是跟以前一样 就是虽然说我感觉啊 有一些提升 但是总体来说肯定是没有这个佳能或者是松下的这个触摸屏好用啊 不过我觉得已经可以接受了啊 我已经比较满意了 对于富士的相机 我现在已经不要求那么多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它这回最大的一个改变吧 就是后面的这个摇杆 这个摇杆呢 我之前在XE3上面我有专门吐槽过 就是你在更改菜单的时候呢 实际上你在去拨动这样的一个拨杆 由于它是前后移动你的手指啊 不是说像XT20对吧 你只要上下点击 所以其实这种按键的话 更改起来是更快一些 那么这个拨杆的话 你要去更改这个菜单什么的 虽然说也可以用 但是你整个这个拨动的形成比较长 当然肯定还会有弹幕在这刷 你可以用这个拨轮啊 对吧 你用拨轮的话也可以进入菜单 然后修改 当然是也是可以的 所以其实在操作菜单方面的话 我个人还是更喜欢用这个拨轮 我觉得问题不是非常的大 那么在修改对焦点的时候 这个摇杆也是可以非常的方便 但是唯一一个问题就是 X13的屏幕啊 它是不能够翻转的 所以说你这个摇杆用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XT30呢 我发现你把屏幕翻出来以后 使用这个翻转屏 这个位置啊 正好是挡在摇杆的旁边 看到没有 所以你在那用的时候 你的手正好会撞在这个屏幕上 这就非常的尴尬 我就发现这么一点 这个摇杆的这个位置设计的 就是稍微会有一些不方便 其他的倒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然后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上下 左右四个方向按键 就会导致一个什么现象呢 以前这个XT20啊 它的上下左右四个按键是一个快捷键 比如说上面更改对焦点 左侧更改胶片模拟 下面更改对焦点位置 右边更改ISO 你都是可以设置快捷键的 在菜单里面的按钮拨盘设置 这边你都可以看到 这边上下左右四个按键 你都可以更改自定义设置 由于这个XT30更改为这个摇杆以后 实际上它这个菜单里面啊 已经是没有办法设置这个上下左右这四个方向按键的功能了 它被替换成一个什么上下左右这种滑动的一个快捷键 这个滑动的快捷键 我之前有吐槽过很多次 就是你很容易出现误触的功能 所以基本上我就是把它给关掉了 你可以看到下面这边触触触触触功能 触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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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功能已经关闯 就是它真的太容易误触了 所以我直接在这个菜单里面有一个触触设置 触触屏设置这里有一个TFunkion触触功能 我是直接给它关掉的 就是避免会出现误触的问题 但是一旦你把它关闭以后 也就是说你会立刻少了四个可以自定义的按键 这个相比于XT20来说 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了 如果你需要比如说想要快速的去调整一些参数 那么你少了这四个滑动的快捷键 你可以看到其他的话 就只剩四个可以设置的按键 就你的快捷键立刻就少了一半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所以说如果你对于操控性要求比较高的话 你会发现你想要增加快捷键 就必须要用这个滑动的触摸的功能 但是这个滑动的触摸的功能很容易误触 有时候你不想用这个功能 你关掉以后又没有那么多可以自定义的按键 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XT30用起来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然后这个电池 电池是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这种W126S的电池 所以这一点富士做的还可以 就是你可以升级换代的时候 你的电池可以一直在用 但它所带来的个问题 也依然是跟之前的机器相同的 就是它的续航能力非常非常的差劲 反正是我在外面拍摄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拍一两个小时就要换一颗电池 拍一两个小时就要换一颗电池 非常的尴尬 而且你知道我在上稳定器的时候 有个很严重的问题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回的这个三脚架的这个孔 是跟XT20一模一样 非常的恶心 就是它是在这个机器的左侧 所以你在上完这个稳定器的 这个快装板以后 它肯定会挡到这个电池舱 所以不管你是要换卡 或者是换电池 你都是要把稳定器上面的 这个快装板给它拆下来 拆完以后换完电池再装上去 你的这个位置很可能就会变化 还要重新再调平 所以这是非常烦的一点 你看这个XT30最恶心 对吧 它这个孔在旁边 它就会挡到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它机身设计的比较紧凑 所以说它这个三脚架接口的位置 一定要放到这边 这点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不过还好呢 它这回的这个接口呢 仍然是保留了这个USB充电 如果你比如说在路上 出去旅游的时候 它这个电池可能不太够 你就可以插上USB来充电 这回的接口呢 变成了一个USB Type-C的接口 就比较与时俱进 相比于这个索尼的A6400来说 就还保留Macro USB的接口 就觉得非常的奇怪 而且这回这个USB3.0 相比于之前有多加了一个功能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 虽然说上面的话 这个依然是跟以前一样 是一个2.5毫米的这个接口 不是3.5毫米 如果你想要接麦克风的话 也是可以接 但是你需要一个转换线 这点稍微有点不方便 因为XT3呢 已经是直接内置了3.5毫米的接口 那么下方这个USB Type-C的话 如果大家能够看得清 这个盖子的话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 如果大家能够看清这个盖子的话 会发现呢 它这个盖子上面写了 不光是一个可以充电的电池 还有一个耳机监听的一个标志 也就是说什么呢 如果你有一个这个USB-C 转3.5毫米的一个线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接一个 监听的接口出来 这点是非常的好的 因为A6400的话 它是没有直接在机身上 内置监听接口的 这点变化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 因为这台相机本身 视频拍摄的功能还是非常强的 那么同时它有这个麦克风的输入 而且还有一个耳机监听的输入 你可以基本上把它当做一个背机 或者是一个比较小巧的主力机来使用 是非常好的 虽然说要接两个转换线 但是有总比没有好 所以这个改变我还是非常的欣赏 当然还有一点点区别 就是你可以看到右侧的这个手柄 这个就是凸起的比较多了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 相比于这个XT20的话 它原本这个Q的按键是在这边 它右侧的手柄 这边有一个很短的一个凸起 但是这回这个XT30 把Q键安排到这个根部的位置 它这个凸起会更多一些 所以其实持物的时候会更加的稳定一些 好 我们外观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一样的东西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内部的一些性能 在拍摄方面的话 它的这回的连拍的性能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可以达到8张每秒 实际上XT20的话 也是可以达到8张每秒的 可以看到 好的 所以说相比于XT20的话 基本上没有提升 XT3的话 它是可以直接机械快门到11张每秒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对于大多数买这种价位机器的人来说 8张每秒已经很不错了 那同时如果你开启了这个电子快门的话 比如改成电子快门 那么你的这个驱动模式的话 最高是可以拍摄到 跟XT3一样啊 可以达到20张每秒 或者是这个1.25倍裁切的这个30张每秒 所以如果你确实比较需要这种速度非常快的拍摄的时候 这个XT30相比于XT20的话 连拍的性能要提升很多了 那么在XT20这边的话 如果你的快门类型改成电子快门的话 它最高速的也只能是达到14张而已 所以这个性能提升了很多 不过大家要记得 它跟XT3也依然是相同的缺陷 如果你是一个电子快门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 你拍摄出来的这个照片 它是有非常严重的果冻效应 这个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你在拍摄任何横着移动的运动物体 都是只能够拍出画面倾斜的感觉 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 它这个功能仍然是很鸡肋 它只能够拍摄一些比较静态的 需要你高速抓拍的一个情景 然后连拍的话 大家如果看下面的这个说明的话 会发现高速连拍 如果是8张密码的话 在拍摄RAW格式的时候 它大概只能够拍摄18张左右 那我在外面就是跟6400对比实拍的时候 会发现XT30的缓存呢 确实有点后劲不足 两台相机同时在拍摄的时候 同时都在使用8张密码拍摄的时候 很显然A6400它可以再继续多拍很多张 但是XT30就比较早歇一点 就立刻就不行了 所以相较来说它并不是一台能跟A6400相比较的运动相机 不能够应付一些需要长时间连拍的活动 当然我们是在RAW加JPEG的情况下拍摄 如果你是只使用JPEG的话 它的持续的拍摄时间还是蛮长的 还有其他一些比如说运动曲景器模式 或者是预拍摄的电子快门 都是从XT3上继承下来的 我这个就不多讲了 那么同样它也继承的就是没有机身防抖 这个富士加只有XHE有机身防抖 所以你在搭配 比如像这种没有光学防抖的定焦镜头的时候 白天还好 但是一旦到比较晚上的情况的时候 没有防抖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 因为本身它是个APS-C画幅的相机 同时它有一些比如ISO虚标的情况 那么在晚上的时候 你如果想要拍摄到更纯净的画面的话 一个防抖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这台机器没有 它不光是影响拍摄照片的情况 它也会影响你拍摄视频 你像我在外面 比如跟A6400相比较 做一个对比 使用的都是同样的50毫米焦段的镜头 那么一卡口的这个50毫米1.8 它是带OSS光学防抖的 所以说我这两台机器挂在同一个板子上 手持拍摄的时候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没有光学防抖拍摄出来的一个画面 尤其是长焦 晃动就会非常的厉害 所以这个没有防抖 你基本上只能够在稳定器上用 才能够获得比较好的效果 当然我也知道有些小伙伴说 富士有带光学防抖的镜头 但是实际上富士的光学防抖的镜头 我之前也已经说过 就是它的OIS的光学防抖的效果 跟索尼佳能 甚至是尼康比来说 都差的蛮多的 我这边放一个画面 就是A6400挂的18105 OSS的镜头 和XT30搭配1855 OIS镜头的对比的画面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XT30虽然说1855 它有个OIS的光学防抖 但是不论是你移动画面 移动相机 还是说你只是静止的在那个地方 移动不动 你这个画面的这个抖动的效果 完全没有办法跟索尼比 我这两台机其实装在同一个快装板上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的抖动的情况 是完全一致的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索尼的这个OIS光学防抖 它要比富士的这个OIS光学防抖 要好很多 所以这个没有防抖 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如果你想要获得比较稳定的画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要么上架子 要么就要上到一个稳定器上 才会比较好 因为这个相机里面也没有像 比如说佳能 它有这个数码防抖 你只能够这个后期再增加一些稳定 所以防抖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缺陷 然后是在拍摄的时候 它依然跟这个XT3一样 都有这个曝光的问题 我之前在XT3的节目里也讲过 就是它在拍摄的时候 它很奇怪 有时候它的曝光就会突然会过曝 就是整个画面拍出来很亮 这个已经出现了不止一次了 所以相比于索尼的A6400来说 它的曝光稳定性 依然是没那么好 但是我相信 可能对于大多数买富士相机的人来说 也不会在意这些小事情 对吧 毕竟这个富士的相机 所谓的动态范围比较好 后期拉一下就好了嘛 然后我们要讲一下这个对焦 作为XT3的小弟弟